好 我們看第六課 悔改 其實現在講的訊息 我可以慢慢看 眼色是什麼 因為我們錄音 第六課關於悔改 上一課我們講到有關於罪的問題 罪的問題 如果知道有罪的問題 而沒有悔改的事情的話 罪的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罪之所以可以被解決 當然因為有耶穌基督 祂為我們擔當我們的罪 祂擔當了 祂代替了 祂拿走了 這些要包括我們認罪悔改 認罪悔改 那些事情正能夠有改變 主要我們多謝你 你幫助我們懂得如何悔改 應該悔改的地方 我們要悔改 應該認罪的地方 我們認罪 應該得性的地方 我們能夠不停地得性 因為祂給我們是得性的 主我們不是一個敗壞的兒女 我們乃是得性的兒女 哈利路亞 我們不是一個軟弱的基督徒 我們是得性剛強的基督徒 多謝主 哈利路亞 奉耶穌基督的名字 阿們 阿們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第一篇信息 記得沒有? 耶穌基督一出來傳福音 一出來傳道 第一個信息 祂說的是什麼? 悔改的信息 包括施洗入汗 祂開始說的時候 都是悔改的信息 你看看神的羔羊 就是什麼? 赦免我們罪的 神的羔羊 赦免我們罪的 就是祂了 就是祂可以來赦免我們的罪 所以你們要什麼? 跟從祂 你說你要跟從祂 這是耶穌基督一開始的主要信息 也都是我們傳福音 信耶穌或者在教會裡面 一定要傳的一個信息 因為人如果不懂得認罪 不懂得悔改 就是自己擔當自己的罪 你知道這個意思嗎? 人不認罪 不悔改 就是自己擔當自己的罪 你擔不起 我們自己的罪 我們擔不起 太多我們擔不起 一代、兩代、三代 幾十年 我們擔不起 如果每一個人要我們擔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駝背 每一個人都頭呆呆 眼濕濕 但因為有耶穌擔當我們的罪 他說他擔當世人的罪 所以如果我們要我們的罪 不再在我們的身上 不再是我們自己擔我們自己的罪 我們就要做什麼? 悔改 先要認 先要認 認罪 然後怎樣? 悔改 後悔和改 記得 要後悔和改 為什麼這個信息會被人忽略呢? 因為沒有人喜歡提起自己的罪 他們要得到神的愛 卻不要神的公義 一個人如果不認罪 即是說你看不見上帝的公義 上帝是一個愛的神 他也是一個公義的神 Amen 即是說他因為他的愛 他要包容 他要體貼 但也因為他的公義 他要認罰 他要對罪 認罰 他不是認罰人 他要認罰那個罪 所以他也要對付那個罪 那個罪 如果不被對付 就像現今的世界 現今的世界 就是不對付罪 偷啊搶了有什麼所謂? 沒有所謂 所以變成什麼世界? 如果你敢去新加坡 你試試 新加坡你推一口痰 抓到你馬上罰款 新加坡沒有人敢吐痰的 新加坡如果你進去 你帶了超過兩公斤的 Halloween毒品 死刑 死刑 兩公斤 兩公斤 死刑 所以你在新加坡 沒有看到有什麼人吃白粉的 你沒有看到有無家可歸的人的 你沒有看到街邊有大堆的蠟燭 沒有的 一個都看不到 你不會看到有很多吸毒者 在街上流動 走來走去 你看不見 你看不見 所以 罪如果不被刑罰的話 那個社會會變成一個很恐怖的社會 極之恐怖的社會 現在人 國家對罪 就是放寬了 墮胎 沒有所謂 墮胎 墮胎 其實是一種殺害自己的生命 沒有所謂 殺人 強姦 沒有所謂 偷搶 沒有所謂 所以那些人哪怕 不怕 其實他們真的不怕 真的不怕 我看到那些人 那些法官 認識他們更多於認識我們 法官的名字 每個人都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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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會對面就是警察局 我們這班很多人 被捉過又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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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北美 有一種監禁的方法 就是居家監禁 你聽過嗎 是不需要在監房坐的 是在家裡坐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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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人犯 強姦犯 都是在家裡坐監的 即是說他們沒有那麼自由 他們沒有那麼自由去哪裏 他們讓他們來教會 他們可以來教會 所以我們載他們 一車一車載他們來教會 其他地方他們就不去了 但是有很多人 他們就拿個藉口來教會 到他們家裡載他們出來 再出來後 在教堂的時候 敬拜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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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差不多時間就回來了 因為他們不准出去 他們不准出去 他們不准出去 居家監禁 這些叫做居家監禁 俄聲是超 Comedy 敬拜不見了 敬拜不見了 中國華為最有名 在加拿大被禁止 他原本是要去美國 一轉機在加拿大 選機被疼 walked 坐了三年 說是說坐了三年牢 但是周圍都可以去的 帶著一些可以trace的 可以跟蹤 去到哪裡人家都可以知道 十點之前就回家 去哪裡 帶著那隻不可以拆 不能拆的 不可以拆的 每天要報告 每天要報告你在哪裡 其實根本都沒有東西的 周圍去 周圍去 坐什麼牢 不要坐牢 所以這些律法 對公義來說 我不說它對人坐的東西 對律法上 對公義來說 根本就沒有法 沒有死刑的話 沒有人害怕的 坐牢 它在裡面表現好 幾年就可以出來 幾年就可以出來 殺人犯幾年就可以出來 我們那裡有幾多個都是這樣 殺了整十個人 搶 偷 都不知道做了多少 看到他們那裡 看到他們 再坐多久 三個人再出來 表現好 他們又很聰明 祝你怎麼表現好 他們知道那些警察 知道那些法官要看什麼 教會就是他們最喜歡看的 因為法官 警察都知道 靠律法根本幫不了他們 監禁他們根本幫不了他們 他們唯一盼望的就是 唯有教會去幫助他們 所以所有那些扣留所 那些食毒的人 那些扣留所 或者居家監禁的人 他們是給他們教會的 只有一個地方可以給你去的 就是教會 而都可以看到 即是說真的成功的 真正正你講做吸毒的 你做妓女的 你做所有很困難做的工作 有成功率的都是教會的 世界那些沒有成功的 沒有成功的 差不多是零的 零的 真的零的 因為大家知道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牽制 好人有好人的生活牽制 所謂的好人 有好人的生活牽制 他們都有他們的生活牽制 他們都有他們的社交平台 他們的朋友 所以他們一出來 他們沒有健康的人的社交牽制 他們回來找誰 一出來 當然回到大禍裡 當然回到那些朋友 那些朋友吸引你 你試呢 真的不吃 真的不吃 忍啊忍啊忍兩下 吃回來 所以改不了 政府那裡改不了 我們都試了很多年 最少試了五年 看不到結果 每一個alpha 我們有一個alpha course 有一個企法課程 來幫助那些人 每一個alpha course 我們都有成百人 做了很多屆 幾百人 幾百人來 幾百人來 最後沒有多少個真正可以好的 其實為了祈禱之後 很好 我發覺只做第一期都不行 帶的信主 為了祈禱都做不到 所以後來我們去做第二期第三期 直到我們做第二期第三期 我們就看到一些成功的來致 算是很成功的 在做這個裏面 我們算是很成功的 就是他們真的好了 他們真的好了 結婚 生孩子 回去做工 有些做生意 有好幾個 很多個 非常之好 看著他們回去讀書 還好 還好他們的債 爭政府的債 他們的發票 還好 可以重新申請銀行 這些是要做第二期第三期 就是幫助 你單單帶信主 為其道釋放 釋放之後 他們不知怎樣做 不知怎樣回去選擇 他們自己的生活 怎麼辦 所以我們做完第一期 給他們考告之後 第二期 我們就要幫他們 在關係上 如何解決他們和父母之間 兄弟姊妹之間 然後幫助他們回去找工作 但是找工作他們不會做 也要改變他們的思想觀點 讓他們想到很多課程 然後讓他們住在一起 有一個健康的生活 習慣 早晨幾多點就起床 祈禱 讀經 然後做一個 farm 去做一些農作物 養一下羊 養雞 養豬 什麼都要養 養雞 養羊 養豬 什麼都要養 然後開餐館 其中一個人開了餐館 開了餐館之後就請他們做 一天請他們輪流 有些人做兩個小時 有些人做四個小時 然後慢慢給他們 一個健康的生活習慣 然後慢慢教導他們 自己犯罪 自己要認 就像今天說的 要認 以及要接受 你犯了規 因為你沒有車 沒有車 開不了車 有些人要做 開垃圾車 其實開垃圾車 開垃圾車很好價錢 很好價錢 還好過做醫生 開不了 很高價的 你開垃圾車 但是他沒有了車照 因為他經常撞紅燈 以前撞紅燈 或者撞車 那些罰款 那些不還 或者是客人 又不還 撞這些不還 所以欠了一大堆的錢 所以他們 回到開車 就開不了 又要幫他們 解決 慢慢教他們 怎樣一個月賺到那些錢 你留下多少去還 多少個百分子 要還 多少個百分子 留置 儲起來 多少個百分子 用 多少個百分子 用來做生活 慢慢教他們 過一個正常的生活 然後再慢慢教他們 怎樣接觸 什麼人可以接觸 以前的朋友 一定不可以 和他們一起 一定要改變 他們的社交憲治 後來才成功 後來才成功 做了五年之後 後來我們改變的策略 第七年之後 我正看到一些果子 做了七年之後 看到一些果子 直到今天 仍然非常好 悔改 一定要有悔改 因為有神的愛 也有神的公義 記得 如果上帝就有愛 沒有公義的上帝 慘了 整個社會連了大陸 天堂都不值得去 因為天堂裡面 充滿了罪犯 不改變那些人 天堂有什麼用呢 整個天堂都是一樣的 所以第二點 為何悔改對一個人的得救感重要 為何悔改對一個人的得救感重要 因為悔改是什麼 悔改就是承認和轉離 承認就是轉離自己的惡行 自己的惡行 不單止是罪行 不單止是罪行 是惡行 不單止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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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在社會上 未必犯了律法的罪 雖然未必犯了律法的罪 但是他犯了人與人之間的罪 比如說 人家的太太 你奪了人家的太太 在律法上可能沒什麼 你做小三是破壞人家的婚姻家庭 在律法上可能沒什麼 但是這個在主的裡面 是一種惡行 為何你破壞人家的家庭 破壞人家的婚姻 這是屬於這種惡行 所以他們需要認罪 他們需要承認 他們要做這件事是不對的 耶穌基督接受 耶穌基督可以接受他們 但是不可以接受這些罪行 所以這些罪行他們一定要承認 承認了之後 然後求饒恕 求饒恕之後 上帝卸滅了他們的罪 這樣他們只能過一個生日生活 我曾經幫助我們以前租的一個地方 教會上租的地方 整個complex裡租了整個四樓 四樓裡有差不多四個荷 我們租了四樓 我們租了四樓 整層租了 整層租了 因為聯合聚會的時候 我們需要開兩樓 然後要主行 所以租了整層租了 那個buildings shopping complex 是一個商場 商場 那個經理就學來信了主 那個經理信了主 學來帶她信主 她信了主之後 就將她太太帶來 她太太帶來的時候 其實她太太來的時候 她的臉是歪的 她靠化妝 她的臉化得很可愛 化得很深很深 因為她有一次奢和的時候 她整個臉是歪了 所以靠化妝來弄正她的臉容 她來信主的時候 她要戴著肚子 有兩個來祈禱 祈禱之後 兩個人都信了主 洗禮 但是她出生的時候已經死了 之前已經有三個一樣死了 第四個被教會的時候 她一樣死了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上帝為何不醫治 破碎或者粉碎這個奏作 因為這個很明顯是一個奏作 一個兩個三個都死了 一出生就死 一出生就死 第四個信了主都還死 我們就奇怪 什麼原因 當我們尋求神 當我尋求神的時候 有一個人說 早晨做完靈修 然後我就為了這件事 很重大 很大的重大 我就為了祈禱 我告訴上帝 你要指示給她知道 到底什麼原因 她的情況是這樣的 沒有突破 沒有改變 沒有釋放 仍然在這個奏作裡 這樣很奇妙 很奇妙 上帝當時就讓我明白這一點 就是罪的結果 罪的結果 後來我知道 當上帝啟示我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去問他們 我說 我今天為你們祈禱的時候 聖靈給我這樣的啟示 我說 你們是否當中有做過什麼 是得罪上帝的 上帝不容許的 他們正分享說 他現在的女人 現在的太太 是第三者 他跟前妻離了婚 然後跟這個結婚 這個奏作就在她家庭裡 在她家庭裡 當上帝這樣啟示我 後來她說了之後 我知道了之後 我們就去到她家庭裡 我說這個是上帝啟示我的 如果是上帝這樣啟示的話 我們就一定要去做 要悔改 要認罪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我們帶領地幫助你們 如果你們不願意的話 我們沒辦法 他們很謙卑 非常謙卑 這個complex 這個雙床的經歷 很謙卑 一聽到我們這樣說的時候 夫妻兩個人就跪下 夫妻兩個人就馬上跪下 就認罪悔改 求主寫命他們 過去的太太 寫命她之前 做了破壞人家婚姻家庭的事情 求主賢良要恕 夫妻都一樣 我們為了討告 破除這個奏座 很奇妙的 這個奏座被破除了之後 這個奏座被破除了之後 這個奏座被破除之後 後來她不想愛嬰兒 她也想算了 四個生了四個都死了 不想愛嬰兒 後來她已經做了所有防備的措施 她都懷人了 有一天她就打電話給我 她的牧師 我不知怎樣跟你說 我現在也不知怎樣決定 其實我已經決定了不要 但不知為何我現在又懷孕 做了所有事情都懷孕 當她跟我說了她做了所有事情都懷孕 而我們也做了一個悔改認罪的事情之後 我裡面就有一個很平靜 很安穩 平安 覺得她可以生 要生 我就跟她分享 我說 你已經認罪 你這個奏座已經破碎了 然後你已經做了所有的不是你要的 意思是我這個兒子這個是上帝給你的 因為她已經不要了 所有防備都有 但是她還有 這個是上帝給你的 我說 如果上帝給你的 她給你一個好的 你不用怕 上帝給你一個好的 那她就繼續 繼續 後來她生了第一胎 活著的胎 沒有死 第一胎沒有死 後來生了四個 總共四個 總共生了四個 後來她做了牧師 後來她做了牧師 後來她去讀神學 讀完神學 然後服侍主 認罪灰改 奏座 得罪破碎 我第四個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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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年輕的時候 他開那些大 truck 大那些 truck 因為我哥哥的姐姐 那時候他們沒有機會讀書 那時候很窮 剛剛去中國 去馬來西亞 我們父母那時候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兄弟姐妹都沒有什麼機會讀書 我們小兩三個有機會讀書 所以我第四個哥哥 他開 truck 他開 truck的時候 有一天 他就 撞到人 撞死了 但是他是hit and run 撞了之後就走 我們都不知道這件事 但是有一天 警察找到你家 因為他在另一個城市做工 他不是在家 我們很少見到他 有一個警察來找他 我們都不知道做什麼 警察來找他 我們警察說 有這樣的事情 最後查到他了 最後查到他 找到家裡 我們知道了之後 我們都不知道他在哪裡 坦白說 我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裡做工 有沒有電話 什麼都不方便 所以他在外面做工 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裡 所以我們說 我們不知道他在哪裡 但是警察說 他曾經做過這件事 如果他回來 你要跟他說 警察已經在找他 情況過了 過了很久 後來我知道了這件事 後來我信了主 我信了主之後 我就跟我哥哥說 我帶了他去信主 我就跟他說 我講 這件事 你一定要認罪 你一定要認罪 我錄了一個錄音帶 寄過去給他 帶了他去信罪之後 錄了一個錄音帶 教他怎樣怎樣做 他要認罪 如果不是的話 那罪會跟著你的 那罪會跟著你的 你的罪 你煩了 你沒有認罪 那罪會跟著你的 我告訴你 情況 我四哥遇到人之前 其實我大哥 亦是被人開車撞死的 同樣是開車 那個車載著太太看醫生的時候 轉彎 那個車載著他 他開摩托車的時候 就在路邊撞死了 然後我四個撞人 撞死了人 然後我爸爸被車撞死 我爸爸被車撞到 在路邊 然後沒有人知道 然後死在路邊 我跟你們講這些話 是要讓你們明白 罪的結果是真實的 如果沒有認罪 罪的咒作會一直跟著你 當我教這些課程的時候 你們都可以自己回想一下 你自己的家庭 你們自己trace 有沒有什麼罪的根源 roots 根源是還未對付的 還未處理的 一定要處理了它 比如說有些癌症 那些病症 代代一直傳下去 這些很多的可能性 是上一代裡面有一些事情 因為你信了主 你要祈禱這些咒作 被粉碎了 OK 這些所有習慣的咒作 也都被粉碎了 很多東西已經被粉碎 被破除了 所以你信了之 不應該再活著一個這樣的環境 也不應該世世代代代 仍然這樣下去 就是我哥被人撞 然後我哥被人撞死 然後我哥又撞死人 然後人家又撞死我爸 如果這個事情 我還未信主 那繼續下去 不知道還會到多少代 但是因為我信了主 我信了主 我就討過上帝 這就是我們家族裡的咒作 我們一定要破除 我告訴你一個見證 就是我爸爸之前的事情 我信了主 我們其實也試過遇過人 我們其實也試過遇過人 但是那時候 因為我們已經信了耶穌 我信了耶穌 我老公開車的時候 遇過人 但是感謝主 我相信 因為我們信了主 我們討過這個咒作 不會跟隨我們 所以這個咒作被破除了 因此我們撞到人的時候 那個人沒事 你明白嗎? 那個人沒事 撞到之後他就可以起來 撞到之後他沒事 因為咒作已經被破除了 如果我的四哥不認罪 如果我的四哥不認罪 這個咒作會繼續下去 跟著他的世世代代 跟著他的世世代代 包括我們祖先裡 我們祖父也好 誰也好 他們有那些疾病 所謂的遺傳病 遺傳病 包括糖尿病 血壓膏這些 這些都是一種遺傳病 你不需要接受這個所謂的遺傳病 你要討告 宣告 破除這個從一代兩代三代的咒作 你知我的意思嗎? 上帝的慈愛持續到幾代? 千代 上帝的咒作幾代? 三代 上帝的刑罰和咒作 三代 最多到幾代? 四代 所以你要討告的就是 你自己要去trace 你自己要去想回頭 在你上個幾代裡面 有什麼得罪過神的? 有什麼得罪過人的? 有什麼罪? 是很可惡的 是很不好的 如果你知道這些事情 你要討告 三代到四代 奉耶穌基督的名字 你破除 我家族裡面的咒作 三代到四代裡面的咒作 求你破除它 粉碎它 你也討告我們下面 三代四代裡面 如果我們已經很老了 我們還有子女 還有主孫 酸啊塞啊都在這裡 我們就要討告上帝 破除粉碎 這些我們下三代四代的咒作 明白嗎? 所以這些咒作 這些罪 不會繼續跟著我們 聖經在舊約裡面說 罪是會跟著我們的 罪會跟著我們的 一天它不被粉碎 一天不被破除 它一天都會跟著 所以認罪悔改 是終止跟著你的罪的咒作 認罪悔改 是停止你所做的罪的結果 讓它不要繼續漏下去 好像大迷 犯罪 認罪 那個罪 沒有繼續下去 記得嗎? 他最初生出來的那個都是死 你看到嗎? 那個已經被咒作 他壞的胎是被咒作 一樣死 但後來之後那些就是無複 明白嗎? 有什麼意思嗎? 沒有輕體 沒有輕體這些東西 沒有輕體這些東西 我的家公 糖尿病 血壓高 三高 什麼都有的 他們經常跟我說 所以他們的兄弟 我老公的兄弟 他們個個都很害怕 糖尿病 血壓高 心臟病 膽固醇 他們很害怕 所以他們很多都不敢吃很多的東西 但我老公曾經 曾經在大概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一路來他的健康都很好 但那一次 炎的時候就說他有 就說他有血壓高 膽固醇 我和你講 真是聖經講的道理真是很真實 當我知道他有一個 因為我們一結婚之後 我知道有這樣的事情 我都知道聖經講的道理 我就討告破除 破除 但當我知道他有的時候 我就告訴上帝 我已經宣告了 已經被破除了的東西 他是不會跟著我老公的 我就告訴上帝 給我聰明 給我智慧 怎樣幫助他 上帝就給我聰明智慧 每天早晨 就炸蘋果 三天 炸給他喝 每天早晨 空肚 每天早晨炸給他喝 一個月 一個月 到現在 沒有這樣的事 只是說這個DNA 這個遺傳的問題 沒有繼續下去 斬斷了 不要讓任何不好的那些 繼續跟著你 記得 你上一代裡 曾經很多人 或者他 還未捉稅 離世 這些都是一個咒座 看回聖經的咒座 這些是一種的咒座 你討告這個咒座要被破除 你信主的人 討告這個咒座 破除 粉碎 這樣你的家庭 正是越來越發黃 聖經說的 就是主的裡面 異人 不是罪人 是異人 他的後代會怎樣 越來越發黃 直到好像什麼 正午 最bright的時候 是越來光猛 越來光猛 你的子孫可以越來越光猛 在破除之後 不要讓罪繼續跟著你 不要讓罪的功格和結果 繼續跟隨你 跟隨你的小小代代 所以記得要破除粉碎幾代 三代到 上三四代 下三四代 記得嗎 因為上帝周座 成佛最多是三代到四代 記得 這是《生命記》裡面說的 三代到四代 你看上帝的慈愛 千代 上帝的刑罰 三代到四代 上帝好不好 好 悔改 是心意的更新 心意的更新 而變化 即是說 裡面 一個真正悔改的心 是裡面有改變的 不只是口說的 是裡面 靈的裡面 心的裡面 來心的世界裡面 是有所變化的 心意改變而變化 記得沒有 羅馬斯十二章 心意被改變 然後有所變化 不同了 你會覺得不同了 有時候不同了 之前 你很難很難原諒別人 現在你不生氣了 你不介意了 你裡面 可能有很大的 一個怒氣在你裡面 忽然之間 你的怒氣滅了 裡面是有轉變的 裡面有變化的 一個真正悔改的人 裡面是有變化的 一個如果他說他悔改 但是他裡面沒有任何的變化 外面也沒有任何的變化 這個不是悔改 這個就是可以說他知道罪 知道自己犯罪 但是他沒有認自己的罪 也沒有悔改 第三點 一個人如果不認罪的話 神是會憂傷的 記得 聖經裡面提到悔改的三個步驟 記得他 第一 悔改是向神認罪 第二 悔改是離棄 離開你所做的事 你以前偷的 聖經講 現在不要再偷 你以前殺人的 現在你不要再殺人 以前你犯罪作惡的 現在不要再犯罪作惡 以前你是很會發脾氣的 現在不要再經常發脾氣 以前你經常罵人的 以前你經常遷咒啊遷咒啊遷咒 開口美口就是遷咒人 dialog 記得 遷咒作呢 你說出口的話 祝福人的說話 如果有人配的祝福 那個祝福會 numbers to back Him 咒座的說話 如果你咒座人 如果那個人是不值得 不應該被咒座的 這個咒座要回到你的身上 記得聖經講這句話 所以不要被咒人 你如果咒人那個人是根本沒有做錯事 也不值得不應該被咒的 你這樣咒去最後你自己被咒座 不是那個人被咒座 所以聖經講 咒座的原語一句都不要出口 一句都不要說 不要說試一下 一句都不要說 當我看見聖經的經文的時候 從此之後我不會再說咒座的話 甚至乎我罵我兒女的時候 我都不會咒他們 罵你只是說個事實 說個事實 為什麼你這麼晚已經睡覺 有時候你不開心你罵 為什麼你這麼晚已經睡覺 就算你發脾氣罵 你只是罵 你不要說 你經常這麼晚都不睡覺 將來你是窮 將來你是點命 這些是什麼 就 知道個分別 你可以說個事實 但不可以咒你的兒女 你和你任何家人說任何真實的事 但不要咒你家人任何人 特別你自己最親近的人 為什麼偏偏要咒自己最親近的人 自己最親近 最愛的最愛的 偏偏日日就要咒他們 為什麼呢 想清楚些 想清楚些 第三點 悔改是指 人要向自己的罪 歸回到神的面前 即是說 之前你是自己走自己的路 上帝說了不行 人家說了不行 不要這樣做 你還偏偏要這樣做 歸回就是說 反轉後你不做 以前你常是罵人 常是罵人 常是咒父母 現在不要咒 現在讚他們 讚他們多些 讚他們多些 鼓勵他們多些 鼓勵懂不懂 子凡子讀不是那麼好 是的 實在是子讀不是那麼好 但你又說 有進步 你上一次和現在 差很遠了 有沒有說謊 沒有說謊 是不是 他從他開始主義的時候 到現在 指了一年兩年 他好了很多 應該是事實 我沒有說謊 你不需要說他 嘩你真是很厲害 你比整個三番市裡面 最厲害的徐司更好 這些就是說謊 我們不可以說謊 我們要說事實 你進步了很多 這是不是一個事實 是一個事實 現在他早起床 可不可以讚他一兩句 或者他不是每天 嘩 最近你早起床的時間多了 好東西 真的好 可不可以讚 可以 是不是一定說 哎呀 偏偏他很多日 他早起床了 已經改變了 但是你偏偏看不見 他那一天又遲了一天 你就說 又這樣遲起床 整天都這樣遲起床 其實他已經試了三天早起床了 但是你一說他又這樣遲起床 他已經失望了 你都看不見他改變 又再睡回去 今天起床了 所以看到他們的改變 稱讚他們 鼓勵他們 這樣他們就會越來越有改變 越來越改變 所以我們自己也是一樣 被人罵得多 人家說我一次就夠了 我的人 你不需要說我多 你只要說我一次 我就記下去 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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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我一次 我的事情 我的問題 你講我一次 我就入心入肺 不需要提我第二次 我是一個很自省自覺的人 是自省自覺 你們看一看我就會明白 有些人是你講講講講 說到口都什麼都聽不到 這些是沒有自覺的人 沒有自覺的人 我們做一個自覺的人 人家不講自己 有時候自己都知道 第三 悔改的果行 我悔改的果行 就是你得著世面 和得著聖靈 和我剛才說的 那些罪的結果 不會跟隨著你 那些罪不再擔在你的身上 是耶穌基督已經承擔了 第四 悔改的呼召 悔改的呼召 就是人類 人類 人類 真是 你說人好 也有很多好人 不信主的人 也有很多好人 誰說 誰敢說 不信主的人 就是壞人 你千萬不要說這句話 你得罪所有的人 你得罪所有的人 未信主的人 也有很多好好的人 甚至比基督徒更好 更好 更有善心 更能夠行說 但他們所謂被稱為罪人 是因為他們不認識主 他們被稱為罪人 因為他們不認識主 所以他們活在罪裡 包括現罪 包括現在的罪 現罪 就是阿當夏娃犯的罪 那個叫現罪 Original sin 從阿當夏娃犯罪 我們一出生就已經是一個罪人 阿當夏娃犯罪之外 我們一出生就已經是一個罪人 這是Original sin 一個現罪 但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從成長到現在 我們仍然有做錯事 有沒有偷過錢 有 我也偷過我爸爸的錢 但我們當時不覺得是偷 我們拿而已 是嗎 有沒有說過謊 有 明知道爸爸媽媽不讓你去玩 爸爸媽媽問你 今天去了哪裡 我在學校讀書 我們在學校讀書 是不是真的讀書 其實走去玩 有沒有說過謊 有 每個人都說過謊 任何一個罪 最簡單的就是 講謊的罪 是每個人都會犯 誰沒有犯過說謊的罪 誰沒有說過謊的 從小到大 我不相信 如果你說你沒有說過謊 我絕對不相信 看你的謊 到底是什麼謊 這個我們已經講過了 個人的悔改 個人的悔改 其實個人的悔改 會帶給自己個人的復興 家庭的悔改 帶給家庭的復興 教會的悔改 帶給教會的復興 城市的悔改 帶給城市的復興 所以是一層一層的 但是始終都要先有一個人悔改 有一個人悔改 那就可以帶動其他人 跟著悔改 你不要說 等他們改了 我正來改 你看我們經常就這句話 你先改 我跟著改 但聖經的教導不是 你先改 然後他會跟著改 你先改 你不要等別人先改 悔 改啊 記得啊 不是只是悔 悔了要什麼 改 改是你先改 不要要求別人先改 你自己改 別人跟著會改 別人看到你的生活 兒子看到你 以前經常罵人 突然間不罵了 他當然很好奇 為什麼現在不罵人了 以前人生氣 吵吵吵吵吵 頭都睜吵吵 現在回到家 開心得不得了 整理這些 整理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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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都說笑 一看到這樣 都覺得你很奇怪 所以自動會去問 自動會去知道 自動會去知道 我未信住之前 我跟家人不說話 跟我爸爸那些都不說話 從來都不說話 因為我們那些 是屬於比較保守的家庭 也屬於重男兄女的家庭 我們女兒在家裡 什麼身分地位都沒有 哎 總之女兒什麼都不用了 什麼都不用做 讀書不用讀 什麼都不用了 所以我未信住之前 我跟父親的關係 非常不好 我們見面 在路上見到都炸看不到就走 真的 在路上見到都炸不識 自己走自己 有時候甚至遠遠就離開 不會碰面 兄弟姐妹 坦白的都不是很親 未信主之前 不親 但我信了主之後 我知道聖經的教導 我自己先要悔改 我自己先要接觸我自己的父親 我自己才會回轉到我爸爸的身上 你知道我就想 我這個爸爸 我怎樣去改變他 怎樣去幫他 怎樣去給你看見呢 很簡單 每一次 即是說 我們已經出去讀書 信主 服侍 在聖醫院讀書 每一次回去 都是沒有人理會的 有時候 除非有個嫂子挺好的 每次會煮一些 來歡迎我們回去 我爸爸那些 通常 我媽媽過世了之後 我還想的時候 是我煮的 我不想了之後 幾十年都不想 通常都是她要煮 我嫂子 跟她煮那個嫂子 是不會煮的 不會煮的 也是賭博 賭博 賭博 我信主之後 我信了主之後 我知道我的心願會轉向我爸爸 他不會跟我說話 他不會重視我 即是說他不會理我 我無所謂 我回到去的時候 我每次知道他喜歡吃咖喱雞 我學會煮咖喱雞 我每次回來 我就煮咖喱雞給他吃 每次回去的時候 我就會花點時間 他不會自己來跟你說話 他會願意我這樣看著你 然後你走的時候就這樣看著你 就這樣了 就這樣了 沒有跟你說話 我信主之後 我就會自動 找一些時間 坐在他邊編 他去談一下 問一下他 情況怎麼樣 工作怎麼樣 那就是我們的家庭 所以你說今天我的家庭 是因為我的原點的家庭是好的嗎 不是 但是為什麼 我自己現在的家庭可以被改變 因為聖經的真理改變了我 因為耶穌基督改變了我 因為聖經的教導 給了我很多很多人生 重新看很多很多以前不明白的東西 以前不懂的東西 或者不好的東西 改變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思想 很多很多的思想 因此今天我的家庭 我可以夠膽和你們說話 無論是夫妻之間 兩代之間 甚至乎對師父 對我自己的孫 我們的家庭是非常好的 是非常好的 個個都可以愛主 個個都可以生活主 我相信這個是上帝的祝福 是上帝的祝福 也是因為我們敬畏上帝 記得我上星期說的 當我們敬畏上帝的時候 我們的祖孫就會蒙福 我們的祖孫就會蒙福 是因為我一開始結婚 我就會做一個這樣的太太嗎? 不是 除了開始結婚的時候 也是有很多問題的 很多問題 性格各方面都要去處理 要去對付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說愛 什麼是真正的愛? 愛就是自己死 是不是? 你死了就不能吵 你一天不死 你一天不得吵 有些事情你堅持 堅持是因為你想愛 你自己的意見被接納 但是對付自己死就是怎樣? 沒有所謂 我的意見我放下 接納他的意見 他的意見被提出來 我就對自己死了 很簡單 對自己死 死就會建立了愛的聯繫 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得到 你教你拿錢 有用嗎? 你給他多少錢 多少錢就可以改變他嗎? 改變不了婚姻的人 我老婆已經不愛你 或者生氣你 你給他幾萬元 他就愛你嗎? 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就是你對自己死 他發脾氣 你就不要說聲 最多就走開 他罵的時候 當然就是最多 當他這裏出這裏入 學習這些 坐了的時候 誰能忍受呢? 坐了的時候結婚能忍受嗎? 不能忍受的 哎呀我這麼辛苦 我嫁給你 我這麼愛你 你小小事就說我 罵我 或者用不好的意氣 你受不了的 受不了的 很辛苦受的 我未結婚都辛苦 結作婚更辛苦 是不是? 所以你哪裏忍得住 忍不住 你學習 對自己死 對自己死 不要要求這麼多 在這一方面 要對自己死 就不要要求這麼多 不要要求怎麼做一個完美的丈夫 不要要求一個生活中 怎麼完美 那就行了 未結婚之前 開大雙眼 結作婚之後 閉上雙眼 開大雙眼 不應該看的 偏偏看得多多 所以婚姻不出問題 當然是多問題 好 感謝讚美主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課程 那些裡面有寫的 你們自己看的 應該可以明白的 感謝主 謝謝 謝謝 消 IMF 感谢观看